提醒大家一下 專題要做的事情這樣子 就順便補充一下 下禮拜 下禮拜就明年了 教這個應該不會是禮拜四 應該是下禮拜天的早上9點這樣 所以禮拜天的早上應該是 5、6、1月7號早上的9點 請大家把目前你已經做到的 專題的期中進度 交代一下你們現在玩 你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完成了哪些事 接下來要做什麼 試著做一件事情就是 排一下那個接下來的時程出來一下 你們去Google一個東西叫做甘特圖這樣 甘就是甘苦的甘 不是甘蔗圖啦 甘特圖 甘特圖是大家做project的時候 常會用到的一個規劃時程的一個東西 可以用圖形的方式 知道哪一件事情會做多久 有沒有哪兩件事情是overlap的這樣 甘特圖 甘就是甘苦的甘 特就特殊的特這樣子 請大家在教這個進度報告的時候寫一下 你預計要做什麼 目前完成了什麼 還剩下什麼 要在什麼時間點完成這樣 注意一下這個時間點這樣子 好 那後面實體展示的部分 等我們確定好之後再跟大家講 大家至少就是你就專心做你的那個東西就好這樣 好 再來是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再提醒大家一次 下禮拜的課程學校會派同學來做教學意見調查 所以下禮拜的課程我們會特別再做一次完整的點名這樣子 點名算我們本來卡戶就有在點了 下一次點的會 算比較多分這樣 加比較多分這樣 所以請大家務必記得下禮拜 一定要記得來上課這樣子 記得通知你的同學 我會再PO在那個課程網站那邊 到時候就是請大家針對 就是我們這一門課看你覺得有什麼好的地方 應該要繼續保持下一屆的同學來修的時候 還可以繼續享受得到的 有什麼地方我們還可以再改進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請大家下禮拜再跟我們說這件事情 記得我在課程網站再提醒大家一次 如果剛剛前面兩個9.1 9.2教的那個觀念 你已經有抓到那個精神的話 接下來我要講的這個東西 你應該就會比較聽得懂我想要講什麼 因為後面其實就是這些 就是這個遞毀的一個應用 只不過說給他讓大家看更多的一個範例說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那這個問題如果你可以用遞毀的話 你要怎麼解這樣 特別我們這邊會讓稍微比較一下 譬如說待會這一個叫做階層 這個階層就是你可以用遞毀寫 你也可以用4微圈寫 大家待會可以看一下寫出來有什麼不同 大家自己會覺得用哪種方式寫會比較簡單這樣子 那第三個會講一個叫費伯納西數列 這個之前有沒有聽過 這是高中教的嘛 所以現在高中應該是有交排列組合 對嗎 好 這個GCD就之前講過的就是最大供應數 那時候大家應該是用4微圈寫的 你現在可以來譬如說試做看看 說如果用遞毀寫 你會不會覺得其實蠻簡單的 其實我覺得遞毀最大的困難就是在於 你那個觀念到底怎麼放進來那個問題 只要你想通了寫那個程式應該是蠻簡單的 因為他就只要寫一個function 然後自己呼叫自己就好 你也不用去管4回圈要怎麼4幾次 你只要確定好那個function中止條件是什麼 然後怎麼自己呼叫自己做問題的分解 基本上就是做一次 他就會自己幫你把剩下來需要重複做的事情都做完這樣 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是蠻簡單的 關鍵就在於你又不會覺得這個問題 覺得用4微圈想好像比較直覺 你就用4微圈寫了 搞不好你如果用試著用遞毀的方式來想 也許你在寫code上會更簡單 bug也比較少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就是這個 這些應用這樣 第一個是階層 我們現在要求這個100的階層 或1000的一個階層這樣 所以求階層呢 遞毀的方式就還蠻也蠻直覺的 譬如說我要求100的階層 那我就把它分割成 那我就先算第一個100 乘上99的階層 所以接下來我就只要算99的階層就好 要算99的階層呢 我就變成99乘98的階層 所以它的格式上一樣 就跟前面交的一樣 一定有個if跟else if是中指條件 else是分割問題用的這樣 順便算出 等那個分割問題的答案出來的時候 算出最後的一個答案這樣 所以如果你給我一個n 叫我幫你求n階層 那我的遞毀就這樣子寫就好了 就這樣12345 5行就結束了這樣子 如果n已經降到0了 那0的階層就是1 這是非常確定的一個答案 不然呢 就是像這邊如果是100 那我就分割成100乘上99的階層 就用這個方式去做分割 那他就會去呼叫這個 呼叫他的時候他回來看 現在是99 這個不符合 所以他繼續分割 變成98的階層 一路分割下去 等到最後答案算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用1乘上 譬如說2得到2階 2階就可以再配上3 逆著推回來 再得到3階 這樣慢慢的 把最後的100階層給算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階層的一個觀念這樣 分割的觀念 像這個 剛剛有跟大家講 4階層就是4乘3階層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 一路分割到底 4乘3乘2乘1 3階變2階 2階變1階 最後算出這個1 再算出這個2 算出3 算出4 得到這個24這樣子 這個課本都會用這個圖 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個其實是 大家debug的時候 你也可以仿造這個方式去看 萬一你出來的答案是錯的 那是在哪個時間點錯的這樣 所以第一個 他在分割的時候 3 現在還要求3階 就變成3乘2階 然後2階繼續算 2乘1階 等到1乘0階 得到這個1之後 算出來的這個1就跟這個1 算得到1階層的結果 配上這邊 再乘上這個2 得到2階的結果 乘到這個3 得到最後的答案 所以一樣順序 像分解下來 這樣回推回去 C 這個語言的編譯器 跟你的電腦 會自動幫你安排好這個順序 你只要負責寫好這個東西就好 接下來的順序 只要你確定那個順序是你要的 這個順序你都可以不用管 它就一路幫你這樣分解下來 再這樣一路幫你推回去 所以關鍵就是在於 你這個中止條件要設定好 要不然呢 你可能就會發現 就是說你的記憶體會爆掉的 一個情況這樣子 在這裡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剛剛的幾個卡戶的練習 有讓大家看到 這個不見得一定要等於0 才是中止條件 你可以自己設定 這個也不一定要分解成1 蠻常看到是分解成-1-1 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好 如果是 Iterative的 4回圈的寫法 就會長這個樣子 似乎好像也沒有太大的 就也沒有說太複雜 所以這邊是讓大家比較一下 就是說你覺得 給你一個題目的時候 算階層 你是比較自然會想到 用4回圈來解 還是比較想到說 递回好像比較符合那個自然的法則 递回就是7乘6乘5乘4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就可以自己再看一下這樣子 像這次面試 很多同學都會很強調 他很會寫程式 然後我們就直接問他 叫他在白板上寫程式 這樣 有個老師就問說 請他寫從1加到50這樣子 有的同學就寫不出來 他會說要用4回圈 可是上去之後就一片空白 就在白板上寫不寫得出來這樣 很多同學會說他會做那個 如果大家有做過一些機器人的 他會做Arduino 那你就寫一段Arduino程式出來給我看 不會 我就是那樣子寫的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寫出來的這樣子 所以 這個例子你以後還會再發生 你以後研究所推增的時候也會再發生 一旦你想要特別強調什麼 人家可能就是會特別問那個這樣子 就是說你覺得 欸我很會講笑話 他就會叫你當場講個笑話出來這樣子 有的老師是會這樣子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以後要證明你這個部分很厲害的話 你可能需要面試的時候 你就要稍微準備一下這個部分這樣子 因為最近剛好下學期可能要 下學期可能要去高中跟他們講怎麼面試 就你們之前面試 你們啊順便跟你們講 真的大意有點早 就我主要會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寫那個被審資料的時候 第一的不要再介紹你們家的成員有哪一些了這樣子 我有一個很和樂安詳的家庭 我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這樣子 我想說這是很了不起 然後一次研究所很厲害的 一份資料是他不斷的強調他的多益成績 最近你們有去考多益嗎 這個試題有問題那個 他不斷的強調多益成績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多益滿分 我以為很厲害 他多益幾分呢 兩百多分這樣子 他在報告裡面少說也提了十幾次吧這樣 我以為那是托福啊 托福那個心 不過應該是一百多啦說錯了 他應該是一百多分 我以為是托福啊 托福心智就是不是一顆 滿分應該是一百二吧 我以為是托福 那一百多 然後我想是很厲害 為什麼他寫十幾次 就有沒有想到是一個超低的分數 所以你要強調就強調那個 真的很厲害的那一個 不要強調我有一個爸 一個媽媽 這樣就很厲害 然後說 我姐姐在科技公司服務之類的這樣 我想說這個看了跟沒看其實是差不多的這樣子 根本不知道到底你介紹這個家庭是要做什麼這樣子 所以那個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 通常我是在大三的課才會講 因為大三馬上就要進行推真這樣子 剛好這邊應該是有一些大三的同學這樣 讓大三的同學先聽聽看以後 預做準備這樣 好 所以這邊等於是讓大家比較一下就是 你要用復回圈寫是可以這麼寫 如果要用递回寫是那樣子寫 只不過我覺得出發點就是你怎麼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果你是從分解的方式來看你就會用递回來寫 如果你是從把它變成重複性的幾個動作來看 有些問題適合這樣子思考就可以找出答案 有些問題需要你去分解問題 你比較容易找出答案 這個就看大家怎麼做 只不過可能會有一個缺點是說 如果你用递回的話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堆疊 所以你的記憶體的量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大家要確定不要爆掉這樣子就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階層還蠻OK的這樣 第二個就費伯納西數列這樣 現在要請大家寫程式寫出費伯納西數列出來 但用递回寫這樣子 不是用回圈寫 費伯納西數列的公式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開始兩個都是1 但接下來就是把前面兩個自己跟前面兩個數相加 得到後面那個數 所以11之後1加1等於2 1加2等於3 2加3等於5這樣子下去這樣 現在要弄一個程式出來產生這個 我們不太確定這個能不能拿來當作一個亂數產生器 看起來不太像 因為你可以預測它是什麼數值 所以你可能在專題裡面可以說 除了亂數之外 你有用到這個數列放進去你的專題 它可以發生什麼樣子不一樣的效果之類的 只要那個效果有意義的話這樣 那現在就是想說 那怎麼樣子來產生這樣子的一個序列這樣子 那做法就是如果這個是遞回的方式寫的話 它就這樣子 開始分解 我現在要請大家就是 就是我給你一個N這樣子 叫你幫我算第幾個費伯納西的數列 譬如說N等於10 請大家幫我找出來第10個費伯納西的數列 那個值會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用兩種角度出發 4圍圈就是由1一直衝上去衝到10 衝到10 不是衝到10這樣 衝到10 如果是費伯納西 如果是遞回就倒過來的 10我分解 我先就是像這樣 就按照它的這個公式這樣子 就說一開始是10 這個10應該就是N是多少 那我的那個數值應該就是費伯納西的N-2加N-1 就是這個公式這樣子 我要求第幾個 第N個數值 它就是我的前一個跟前前一個 兩個數值加起來 所以在遞回的這個想法上 那我就單純就把它做這個分解 我就說我就呼叫自己 一個算N-2一個算N-1給我 N-2被呼叫的時候 他就看這時候減完2之後 答案是不是1或2了 如果不是 他就繼續再繼續分N-2N-1 一直分分到4之後 這倒過來 把這個答案給算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遞回是這樣子做 就是你可以試著看看 所謂這樣子會不會其實 這個問題比較好解決 如果問題簡單的話 我覺得用4圈都還滿容易解決 但一旦你覺得那個問題 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著 是不是遞回可以幫助你分解問題 變成比較簡單的小問題 來做解決這樣子 覺得這個是還滿好用的一個觀念這樣子 這樣子 最後一個 是這個 GCD這樣子 就是最大公因數 這樣子 最大公因數就是 兩個數看誰可以整除他的最大數值 這樣子 有可能兩個如果是直數 都不是倍數的話 那答案就是1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GCD就是要求m跟n 看說誰可以同時整除m跟n 那個數值要最大這樣子 所以他的觀念就是說 如果這個n可以m是n的倍數 或者是m是n的倍數的話 那麼答案就是n這樣子 比如說假如m是一個是8 一個是4 8跟4這樣 8可以被4整除 答案就是4了這樣子 就第一條這個東西 如果不是要怎麼做呢 就是大家之前作業寫過了 那我就是做分解 怎麼分解呢 那我就是把這個 譬如說7跟 欸多少 那我想一下 16跟4 16跟4不是也是4 18跟2 32跟 32跟40好了 譬如說32跟40 32跟40就不是第一個case 他們兩個不可以互相被整除這樣 所以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欸那我就試著看說 我先把32除以40除以32 看那個餘數是多少 然後這個餘數再跟這個32繼續 找這個gcd 一直找到 這個算出來 這兩個其中是另外一個的倍數為止這樣 所以這個是gcd在分解問題的時候 是這麼做 如果我可以分解完到說 欸這兩個可以彼此互相整除的話 那我的答案就出來了 要不然我就要先拿這個m去除以n 看他的餘數是什麼 然後去跟n繼續往下繼續進行運算這樣 好 所以這個有點小 所以看大家的那個講義 或者是那個課本的一個部分 基本上我只是要讓大家看 他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構這樣子 就說你給我一個gcd 給我m跟n 叫我幫你求 那我就看說 照剛剛的觀念 如果m跟n相除 我說應該說做mode 這個有點小 當然他就是做mode 如果一個東西被另外一個東西整除的話 你都要做mode這個運算 求餘數一定會等於0 那麼答案就是n 要不然呢 我就是用把它做分解 把這個m除於moden的結果 再放回來 跟n繼續做運算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我就寫完了 這個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之前大家在寫作業的時候 你應該是用for回圈 一層一層慢慢寫 這個誰比較簡單 感覺應該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但這個比較難想 你一開始要先想到 要用遞回的方式來做 你一旦想得到 他就有可能比較簡單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有可能 遞回寫出來的code 比用回圈寫出來的還要簡單 不過同樣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這麼做之後 你的記憶體的量可能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可能同時在寫project的時候 又同時在打電動看電影的話 你可能就會發現說 會跳那個視窗出來 就是您的記憶體即將耗盡 我是覺得看到這個還蠻煩的 因為他不知道 那必須要重新強制開機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這樣 所以基本上譬如說這個例子 他就說輸入24跟84 那這樣子他自己幫你做運算之後 他就會回傳這個return答案就會是12這樣 大家回去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9.3的部分這樣 大家知道了 費伯納西數列 就是還有最大供應數 那個部分 還有階層要怎麼樣來計算這樣 9.4的部分 也是一個範例這樣 其實後面好像在這個地回上 已經沒有太多技術的內容 主要就是要來刺激大家思考 讓大家多點想法 就是一個問題給你 你怎麼樣找到他的地回 是不是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這樣子的一個思維這樣 譬如說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給你一串字串 請大家幫我找出來 這個字串裡面有大寫的字是哪些 你隨便輸入給我一個字串 我的程式要跟你講 你輸入給我的東西 裡面有幾個是大型 然後是哪些字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後面的範例這樣子 譬如說他輸入了99這樣子 99是什麼 99是冒險夜郎嗎 那個是 對你們來說99是什麼 你們笑這麼開心應該有別的字 你說那個kiss radio那個 我以為你們如果在聽廣播 他有一個DJ叫99 不然你們是什麼 99對你們來說是個特殊的名詞 99 在我那個年代有個漫畫叫 99冒險夜郎 奇幻冒險 99的奇幻冒險 所以反正他就輸入99 然後他出來 最後的答案叫 回報答案是叫做 JJ 因為他就只有那個 J跟J是大寫的 所以他要回報給我答案是JJ這樣子 所以那這個程式要怎麼寫 FORWARE圈可以寫嗎 他也許可以寫 但是他會不會比較複雜這樣子 就是說給我一個字串 我只要知道他的大寫的字有哪一些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的 就是地回的演算法是怎麼樣這樣 所以一開始是中指條件 如果我分解這個問題 分解到這個字串裡面已經沒有東西了 那我就不要再繼續處理了 但是這個觀念也是跟先前是一樣的 如果他要做分解的話 我先看這個字的第一個字是不是大寫 如果是我就把它存起來 接下來再看剩下來的有沒有大寫 所以我都是分解那個問題 但是我先看那個問題的第一個字是不是大寫 所以這樣子來做 這樣子地回就是這邊就是這個 如果是的話我就把這個字存起來 然後剩下來的再繼續找大寫 如果不是那我就不要存起來 直接針對剩下來的找大寫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演算法這樣 面試的時候我都問同學說 請問那排序你跟我講演算法是什麼就好 你不用跟我講code怎麼寫 因為他們一定都會講要用for回圈這樣子 我就說演算法怎麼寫 然後他就問我說什麼是演算法這樣子 演算法就是這個 這個algorithm這樣子 演算法是都太八股了是嗎 白話就是流程嘛這樣 你的流程是什麼 你要跟人家講你的程式 你不要一開始跟他講 我就會用很多指標啊 地回啊 陣列啊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跟他講你的觀念是什麼就好 你的方法 方法在這裡這樣 至於這個方法怎麼實現出來 那就是看你的技術了 就是你要用C語言寫 你也可以用C++寫 也可以用Python寫 很多其他的一個語言你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Java寫 倒是現在不知道 但我們學校好像電機系沒有在教Java 有沒有人會教吧 好像現在很 我以前大一的時候是上學期教C 下學期教Java這樣子 對 我覺得現在好像沒有太多 如果你要寫APP就需要寫Java 比如說你要學Android的APP 我指的是漂亮的APP 不是那個大家可能有用過MIT那個 我MIT是真的MIT 麻省理工學院它有一個叫APP Inventor 可以讓你開發自己Android的APP 如果你要開發比較漂亮的APP 你就不可以用那個鞋 你要自己學Java 你說APP Inventor 對 會很陽春啊 很陽春就是個APP 很實用性高的APP 但是一點都不漂亮 這樣子 如果要像做到現在手機那樣子 你就需要學Java這樣子 所以看之後大家要走的路 如果你想要網路聯網 想要往那個APP那邊邁進 你可能還是要學一下Java怎麼寫這樣 好 所以這裡我們是把這個方法 這個流程 就用地回用吸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所以就中間這一塊這樣子 其實觀念 我都蠻強調說觀念比較困難 只要你這個觀念弄得出來 弄得懂 然後這個流程怎麼分割 你一定就可以寫得出來這一個 因為它的形式 根本都是一模一樣的 先判斷中指條件 這個字竄有沒有被你分割到 只剩下結尾字元 如果沒有的話 就去看 那這裡就要複習另外一個東西了 你怎麼知道一個字竄給你 它是不是大寫 你要想像 你先想像一下說 你學過的所有語法裡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你判斷是不是大寫 如果你想像不出來 那個東西應該在韓式庫裡面 那個東西就應該在韓式庫裡面 像這個 is upper 就是一個韓式庫 你只要給它一個文字 它就可以跟你講 它是不是大寫 所以丟一個文字 比如說這string的最開頭 D0個字元給它 如果是的話 注意一下就是 那我就把這個文字呢 印成字竄 所以 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也有需求 在專題的時候 把文字 任何東西 你要把它變成字竄 sprintf sprintf 那這邊它分解問題的方式 有點特別是 它把這個分解問題的東西 放在這個sprintf裡面 它是這樣子 就說如果它有找到大寫字元的話 那麼這個大寫字元一定要是 你最後生成出來的這個字竄的第一個字 比如說那個j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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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看到第一個j就是了 所以那個j一定要是 到時候輸出的第一個字竄 就是這個personc 後面 它又擺了一個persons 是分解這個問題 看這個東西會回傳什麼 自動填來這裡這樣子 所以它這樣子分解之後 它就會說 一樣 D0個字元我已經判斷完了 那我就從第一個字元開始 把它的位置丟來這個findcaps這邊這樣子 繼續做這樣 要不然就是直接找就可以了這樣 只有發現有大寫字元的時候 才會做sprintf 就是string的印出這個動作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部分這樣子 這樣子就寫完了 這個程式是這樣而已這樣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嗯 它應該是蠻簡單的這樣子 就是想法比較困難 你要先 先把這個流程弄清楚 接下來寫這個就很簡單這樣子 啊這個用for回圈要怎麼寫啊 這個可以用for回圈寫嗎 就是想要讓大家思考看看說 每一個問題到底什麼可以用for回圈 那什麼不可以用for回圈 那什麼不可以用for回圈 是覺得 應該是可以吧 就也是一直判斷第一個啊 那你每次就是拿後面的繼續 可能用for回圈應該是可以做 猜測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可以回去思考看看 這個就沒那麼直覺了嘛 那我覺得如果你用for還是for回圈 做應該會比這個多好 那你就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這樣 好 它的流程執行上 它輸入了99之後 譬如說第一個J是大寫的 所以這個J被印進來這個sprintf裡面 然後就針對剩下來的OJO繼續分割 OJO進來之後O不是 所以它就不再印了 變JO再繼續往下做 發現又是J 所以這個sprintf又會再印一次 最後這個O不是 所以這邊就到O判斷完 就整個中指了 中指之後它就開始 做這個灰色的return的部分 這裡沒印 這裡有印 所以這裡也沒印 跑來這裡之後 然後 這裡就 這邊sprintf剛剛就有印了 它就再繼續回來 它這個又沒印 再回來 再印這個J這樣子 所以 因為剛好這邊兩個J都是一模一樣 照這個方式印回來 它應該是倒過來的順序這樣子 就是剛好那個兩個J 看不出來誰先誰後 但是 從順序上來看它是先印這個後面這個J 再印前面這個J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這樣回歸的話 就是 到時候印出來的東西 會是 順序上是反過來的 萬一題目要求你要用正的順序印 再把它反過來 再把它反過來一次 這樣 如果題目要求你就是要印它 它原來的順序這樣 那你就可以用先前交過的 把順序倒過來印的方式這樣子 或者是 這邊可能要做一些修改吧 那我覺得加在這裡 可能你會破壞掉它本來的美觀這樣 所以有的人寫成是寫到最後 會覺得這是一種藝術這樣子 要把它當藝術品 會不會以後你家裡 你的房間就有一個錶框 就是錶這個 那後面 這是我畢生寫出來 最 讓我最滿意的 這個地毀的函式 我只用了 五六七八 八行 八行就做到這件事情 我後面就是一個大大的錶框 我是沒有看過人 那麼囂張的這樣子 我只是開玩笑的說 就是寫成是的人 就是寫得很有感覺的 他會對他寫出來的東西 覺得是個藝術品這樣子 而不是 就是他覺得很美這樣 所以你會覺得 你可能會聽一些物理的老師說 物理很美 數學很美 化學很美 基本上那三個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很美這樣子 我可以知道晶片很美這樣子 嘿 那這個 我稍微也可以體會到 這個很美這樣 其他的你要說很美 就看每個人的感覺這樣子 對 好 好 大概是這樣 這個就完整的這個流程這樣 文字很多 是比較適合大家用看的 你 這個以後你如果大三有機會開始做專題 你要發表你自己解問題的方法的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寫成這個樣子的形式 這個樣子的形式有個特殊的專有名詞 叫做seudocode seudocode就是pseudocode 假的意思 就是到時候你寫在發表的論文裡面 你不會是把你的所有的程式碼都給人家看 你是會寫他的主要的精華 他就會大概長這個樣子這樣 所以有的人也會覺得把這個寫出來也是一種藝術 就是這樣看起來很美這樣子 就大家各自體會 好 最後一個 就是這個排序的一個部分這樣 那大家一下如果對於專題 所說的100個輸入 你覺得不太確定的同學 還是要找機會盡快的來問我 或者是問助教這樣子 然後面對你最後做出來的100跟我們想像的100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100是說你的輸入的資料總數這樣子 比如說你的 你做的是那個學生的學期成績的統計系統 那就應該要有100筆學生的資料這樣子 就看你的主體是什麼 所以比較清楚應該是 你如果不太確定就是你跟我講你要做什麼 然後比較能夠知道針對你的問題 那100應該代表是什麼這樣 如果你針對的是遊戲 你要針對每一個遊戲的角色有什麼樣子的玩法之類的 那你就應該有100個角色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大家看自己的專題主題是什麼 然後確定一下你有沒有就是 確認好那100組輸入是什麼意思這樣 好 接下來的部分就是說 先前所教到的一個收聽的一個方式 它也可以用遞回的方式來解決就好 而且這樣排出來可能也是會比較簡單的 比起之前用for回圈 所以像這個是 這個是它的演算法 就是這個algorithm這個字你倒是可以 趁這個機會多認識的 甚至你可以把它記起來這樣 因為如果你之後要走比較軟體開發的 譬如說人工智慧 只要是講軟體一定會講到這個字這樣子 就是一個演算法 講說你怎麼其實白話一點就是你的流程這樣子 好 所以如果要做這個收聽的一個方式 譬如說我有一個這個數值這樣 我想要讓它是由小到大排這樣子 那之前有一些for回圈的做法 就譬如說 譬如說找出最大的字放到最後一個 放到最後一個位置 再針對剩下來的三個字 再去做排序 其實這個想法是可以延伸用來這個 排序這一邊這樣 你看它這個 它這邊的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呢就是這個 n等於1的話 那麼最後的這個結果已經排好了 所以原本n是4這樣子 所以它就會一直把這個4降3降2 降到1這樣 只要不等於1 它就要一直呼叫它的這個 自己的function 來做一件事情 把在目前的這個裡面 最大的那個array數值 放到它的最後面 所以譬如說像這樣 一開始是4的時候 它做的事情就是確保 它最後一個位置擺的一定是這四個裡面最大的 所以它一開始呢 第一個是n14的時候 然後它就做第三這第三件事情 把這個最大現在15 它會先比較 目前最後一個數字 是不是最大的 目前是15 然後它發現45比它大 那麼它就會把45跟15做交換 把45確定下來之後 針對接下來分解問題 針對剩下來前三個還沒排序的 再去做排序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從array0排到arrayn-2這樣 因為n-1我已經排完了這樣子 所以n等於3的時候呢 接下來它就開始確定第三個位置 排的是前三個裡面最大的 所以裡面最大的就是34 所以34就要跟目前的23做交換 做到2的時候我已經確定好 最下面的兩個是目前最大的兩個這樣 那最後就是這兩個了 最後就是排序完 只要n降到1這個排序就做完了 這個就是它整個這個 遞回的一個方式 從這個 所說的叫做sutter code演算法來說 也就只有四件事情要做而已 還蠻簡潔的這樣 所以這個排序的方法 如果你又要做那個加分體 你時間夠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排序的方法 加入到你的這個排序的比較裡面 看說到底用什麼排序方法 時間會最快啦 或者是記憶體的耗的量是怎麼樣這樣 主要那個加分 其實意義上 不只是為了讓大家做加分 還可以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說 排序方法其實影響你的時間 跟記憶體蠻大的這樣子 所以在code的一個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 只要你把這個演算法弄出來 接下來就還蠻簡單的這樣子 就你看這邊就這樣 它呢就是 雖然這邊還是有用到一些 復回圈的一個部分 但是它在分割的部分 看一下在哪裡 分割應該是在這裡 這是它主體的這個 遞回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丟一個數值進來 然後總共有這個陣列進來 總共有n個n比數值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看n有沒有大於1 如果n大於1的話 那我就把做這件事情 placeLargest placeLargest 就是擺 把這個最大的這個數值 放到第n個位置 所以它會去array裡面找 目前 這n個數值裡面誰最大 那就把它擺到第n個位置 也就是最後的一個位置 接著再針對這個array 排剩下來的 n-1個數值這樣子 也就是剛剛在流程圖上 那邊所看到的 所以它這個就會再呼叫這個一次 就是呼叫這一次的時候 這邊已經變n-1了 n-1嘛 所以它呼叫它的時候 就會排array n-1 從剩下來的n-1個元素裡面 找到誰最大 擺到n-1那個位置 前面這個就是在擺這最大的位置 它的做法這樣 那譬如說我給你一個1到n 你怎麼知道1到n裡面誰最大 那這邊看起來 一定要用到for回圈這樣 把每一個都找一次 看最大的index是誰 你如果找出來之後 看如果你這個目前index 大於我最後 放在最後那一筆的數值的話 我就要把它做取代 下面要做交換 把他們兩個的數值做交換 這個大家就蠻清楚的 就要宣告一個temp 你只要看到temp的大部分 應該都是在做交換這樣子 用這個方式你就可以實現下面這個圖的流程 每一次就是確定最下面這一筆的資料 是最大的 依序的確認上來這樣子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這個 大家也可以回去看看說哪一個 就這邊一個給大家一個想法 看你在專題裡面 應該某種程度 某種機會 你可能會用到這個recursive這樣 遞毀 好最後一個9.5的一個部分 9.5這一個就是說 給你一個集合 我們要開發一個集合的運算 大家還記得集合是什麼嗎 集合就是一個大瓜湖 裡面有很多元素這樣 可是在C的程式庫 韓式庫裡面 它其實並沒有集合的運算 倒過來問集合有什麼運算 連擊 連擊 交集 還有什麼 羽集 距離太久 羽集是什麼 我有聽過但是有點忘 羽集是什麼 羽集是什麼 跟連擊 跟連擊有什麼不同 羽集是很多個是不是 這個現在也有用到 是在物理那邊嗎 高中數學 高中數學 那真的離太久 羽集 如果你很討厭羽集的話 歡迎來我們這一組 因為全部都用不到這樣子 交集連擊 可能還可以 還有羽集 然後還可以看 是不是誰的子集合 子集合這一些東西 所以這邊要介紹就是說 如果你的程式裡面 譬如說需要把一些集合 做一些運算 交集連擊羽集 或者是你要找這個集合 是不是它的子集合 或者是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 都是有效的嗎 一般這個集合裡面 應該是不會有重複的字 重複的元素這樣子 如果有重複 它就不是有效的 所以這個單元 其實就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需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遞回也可以幫你做 所以這個單元 說實在的它的內容不多 但是它的code 超多 它等一下每一個運算 都有一個演算法 所以等一下我應該 只會講演算法而已 code 大家可以 稍微帶大家看一下 你們回去的時候可以仔細看 不太確定大家自己 做的專題題目 會不會需要用到這個 集合的運算 這個集合這個就叫做屬於 屬於這一個 就是說我給你一個元素 再給你一個集合 你跟我講這個元素 是不是這個集合的元素 所以等一下看到一個例子 比如說元素 集合是ABCD 我給你一個A 你要跟我講這個A 是不是這個ABCD裡面的元素 這個叫屬於這樣 或者是 是不是它的子集合 ABCD 我給你一個BC 然後你跟我講 這個BC 是不是它的子集合 應該是嘛這樣 然後這邊是連擊 這邊它沒有講交集怎麼做 不過如果你有連擊 應該就有交集 好像沒有聽過 只有連擊沒有交集的 就跟以後 以後大三如果 你可能有修一些 譬如說我們的課的話 我的課的話 可能會叫大家做一個CPU CPU有的同學都會做 只有加減法 他就不做乘法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一個電腦的CPU 有可能不提供乘法 只有給你加減法嗎 他就跟我說 就建構式數學 這樣子 但為什麼他不要做乘法呢 因為CPU的 你如果有做乘法 你的速度就會變超慢 所以那個如果 以後你有興趣挑戰看看的話 你覺得一個大學生 在大學部的課程裡面 做出來CPU最快可以到多少 操作頻率啊 你們現在CPU最快是多少 你們的電腦啊 就回去的時候 你們可以打開那個什麼 我的電腦按右鍵看一下 你們的電腦CPU多快 大概應該有2.4吧 或2.8GHz這樣 所以同學們都很嚮往 就有的人會很嚮往說 我可不可以在大學的時候 做一個2.4 2.8GHz的東西出來 這件事情在下學期 一年後你們修 我這邊那個電工實驗2 你就會體會到 因為那時候你就會做一個實驗 然後 那個只是要做紅綠燈的轉換 你要用一個儀器 幫你轉換那個訊號 然後那時候 那個頻率是可以調的 很多同學在那裡呢 他就把紅綠燈的轉換速度 弄到1GHz 然後我就問他一個問題說 請問一下 你這個紅綠燈呢 操作頻率有1GHz 是什麼意義這樣子 1GHz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燈號呢 大概1nm就會換一次燈 你有網球網址的動態視覺的時候 你應該就可以看得到 1nm是多快 不用過1nm 1nm是多小 如果大家可以跟我講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體會 1nm是多快這樣 一般大學生如果要做CPU的話 你可以在大學的時候做到 100MHz就已經超強了 這樣 我指的是有懲罰這樣子 如果沒有懲罰 你要做1GHz都一定做到這樣 我指的是有懲罰這樣子 所以稍微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說 你如果以後要做一個處理器 如果你有連擊 就不可能沒有交集這樣 這邊範例 讓大家看一下說 他可以做 就是交 連擊 可以做連擊這樣子 好 那我們假設呢 這個集合裡面都是自圓 所以可能等一下有個例子 可能裡面就是ABCDE 類似這樣子 除了這三個運算之外 他也可以檢查 就是你這個集合是不是有效的 也就是沒有重複的資源 裡面就是ABCDE 不會有AABCDE 也不會有ABBCC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不會有重複的 這duplicate是重複的 也可以檢查他是不是空的 或者是按照一個標準的形態 把那個集合的形態把內容印出來 也就是集合應該是有個大瓜糊 然後AA豆點B豆點C 然後再一個右大瓜糊 這個叫標準的形態這樣子 所以以下的部分就是 主要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你怎麼用地毀做到這邊 所說的所有事情這樣子 好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說先看 這個是不是空的 一個集合給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它是不是空的 這個要怎麼寫 之前教的字串 好像也沒教到這個東西這樣 如果給你一個集合 你怎麼知道它是不是空的這樣子 也有可能你需要用在你的專題裡面 因為搞不好使用者輸入就是一個空的東西 你要跟他講 你輸入一個空的給我幹嘛這樣子 要防呆啊這樣子 空的 比如說 空的就是這個 空的就是這個 空的就很簡單 就是這邊 看開頭是不是結尾字元 如果要一開始就來個結尾字元 那就整效了這樣 叫我幫你做東西 你來給我一個空的這樣子 第二個 我給你一個元素 你跟我講 它是不是這個裡面的成員 比如說像這樣 假如有一個set叫做 cebf這樣子 然後我給你一個b 你的程式要跟我講 這個是不是屬於它的一個東西這樣 這個怎麼做遞毀 跟剛剛的觀念都很像 你會發現其實遞毀 有些做法是可以通用的 我覺得這四個 先看第一個這樣子 看是不是啊 所以你會看到它也是這樣子 如果你分解完到空的 那就應該說就不用再繼續分解了 如果不是呢 你就看說剩下的東西的第一個字元 是不是這一個 你的這一個 輸入的這個element 第一個是不是 如果是 那你答案就是了 不然你就要針對剩下的三個 繼續做 再繼續做分割這樣子 這個就是 如果你要找它是不是 裡面的一個元素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這樣子 這個叫 叫isElement這樣子 好 第二個人就是說 那你給我的這個set 是不是一個有效的set 裡面有沒有重複的 重複的字元 譬如說這樣子 這是不是有效的集合 這個例子 不有效 不是 因為它有兩個 7這樣子 那你的程式怎麼幫助我找這個 這個 幫助我找這個集合 這個集合是不是有效的 所以這邊 你就看它這個也是這樣子 它呢就 重複利用到前一頁交到的這個isElement這樣子 然後去看 同樣第一個分解問題 看有沒有分解到最簡單的 如果不是 那就接下來 它就會看說 你這個第一個字元 有沒有出現在剩下來的這個部分 第一個字元 跟剩下來的 第一個字元 是不是屬於剩下來的這個集合 這個C呢 是不是屬於EBCF 如果是 這就不是有效的個陣列 做完 如果還沒結束嘛 還沒結束的話 那就看 這個E 是不是在這個裡面 這樣一直做到 最多就做到最後就全部結束了 所以其實 迪回技術上 我是覺得還蠻單純的 困難的是那個觀念這樣 你怎麼把它分解成這個部分這樣 那子集合咧 你怎麼知道 我給你一個sub的一個字串 比如說這個BC 然後給你一個原來的集合CEBF 你怎麼跟我講說 這一個 這一串是不是這裡面的子集合 也就是說這兩個東西必須同時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它拆開來看 B跟C 分別看它是不是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同樣一開始做分割 然後看是不是已經是最簡單的 如果不是的話 看這個sub裡面的第一個字元 也就是這個B 是不是這個裡面的一個元素 是不是裡面的一個元素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看 那 剩下來的 就是C 是不是這裡面的元素 這樣子 所以你把這個元素一個一個拿出來 看它是不是在這個裡面 一樣用剛剛 學到的應該是這個isElement 就可以做到了這樣 比較複雜的應該是這個吧 連擊 你怎麼把兩個 那個 集合做連擊 就譬如說像這樣子 你要注意到有時候這個裡面 如果有B的話 你就不能夠複製兩個B出來 你不能直接用字串把這兩個加起來 這樣最簡單嗎 我就把兩個接起來 就是連擊的嗎 不是啊 已經大家都有了 你不可以加 大家都有你要保留下來 譬如說像這個B 這兩個連擊起來會變什麼 這兩個連擊起來 答案是什麼 預期的答案應該是 那個BCDEF 對吧 你不可以出現兩個B 不然這答案是錯的這樣 因為這樣就不符合我們所說集合的一個有效性 集合必須不能有重複的支援這樣子 好 那要怎麼做呢 演算法在上面 所以 這麼個學完之後 大家可以試著看這種 不是Code的演算法 不是Code 譬如說SudoCode 以後大家不會叫你 譬如說你要去問 發表東西去問別人問題 他不會叫你拿Code給他看 他叫你拿這個給他看 看這個方法是不是對的 只要這個方法對了 你Code一定會寫得出來這樣 所以一樣第一步 分割到底有沒有到最簡單的 如果沒有 那就來看兩種情況 第一個Set1的第一個支援 是不是Set2的元素 如果第一個Set1的支援 就是他的元素 那麼這個元素必須保留下來 你就不用再 就是繼續多複製這樣 所以如果是的話 那麼就是把這個結果呢 就是把剩下來的Set1跟Set2做連擊 這個例子來講 因為B是這個的元素 所以你要把這兩個做連擊的時候 這個B就可以不用考慮了 直接把D跟他做連擊這樣就好 這個意思是這樣子 如果你的第一個支援就是他的元素 那麼你在做連擊的時候 是The Rest of Set1 就是 Set1的剩下來的東西 也就是B就不要看 像這個例子 D就不是他的元素 他們就直接串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邊很多都是想法 都是邏輯的想法 Code上要怎麼寫 我是覺得還比較次要一點這樣子 到重點是你這個想法你怎麼出來的 如果第一個元素不是他的後面這個元素的話 譬如說像這個第一個這個例子的話 那麼他就把這個 第一個A先跟後面的接起來這樣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C再繼續考慮 跟他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印這個 這個就沒什麼好講的 他就是 你如果要輸出那個 那個集合的內容 就是印一個大瓜 然後每個一個元素出來就印一個痘號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像 這個要印出來的話 就是一個大瓜虎 C痘號E痘號B痘號F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這我覺得對大家的專題應該蠻有幫助 因為你們專題最後應該會輸出一個 特定的格式給我看 譬如說 你們有人做遊戲的 有人做保險 有人做成績的 你總是有一個特定的輸出格式 那個格式如果看起來很怪的話 你這個專題可能也會怪怪的 就是 成績總是 會有一個特殊的格式出來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們最後出來的 輸出的格式會是什麼 再提醒一次 那個200行是不包含 不包含任何印出來的東西這樣 所以printF不算 putC也不算 只要是印東西的都不算這樣 因為印東西你要湊200行 你就寫200行就好了 所以那200行是 只要是印東西出來的code都不算這樣子 你可以再看一下這樣子 後面的code 我就帶大家看一下幾個重點就好了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邊 其實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code有幾行勒 這個code就206行了這樣子 不過它有很多printF 所以我只是說 就這個規模來講 它已經就破200行 所以大家的專題要破200行 應該是蠻簡單的 就不用特別再想說用printF去填了 那個應該 不太需要這樣子 然後 所以這邊要讓大家看的就是說 你沒有用到地毀的 Main function 在這裡 那這邊 你就自己看一下這樣 它會叫你輸入一些 集合 然後幫你做一些判斷這樣子 這邊主要是讓大家看結構 你看這些只要是地毀的function 一定都長這個樣子 if 來看 需不需要再做問題的分解 它是不是已經是最簡單了 如果不是 那你就要想一下 不是的情況下 你怎麼分解問題 然後同時又讓那個分解完的問題的答案 可以跟你原本的答案配起來 得到最後的答案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這個 isElement剛剛看過了 所以這邊 大概都是這個格式 if 這個 所以遞毀你只需要懂 if else 就可以做出來了這樣 重點是那個 條件 怎麼設定這樣子 其他的部分 剛剛說這個put chart 就不算在200行裡面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我就 留給大家自己看 就是說你可以對照一下 剛剛前面所講到的 演算法 那些流程 對應到這裡 是怎麼樣子的一個實現方法 這樣子 好 終於我可以 講結論了這樣子 結論我就要講 剛剛第一名的那句話了這樣子 這個單元裡面 雖然就是 不是要背 不是要叫大家背東西這樣子 這邊主要是要提供大家一個 另外一種問題解決的方法 另外一種看待問題的方式 就是 如果你自己專題 大家 教其中報告的時候 要記得教你們的分工 這樣子 每個人做的哪些東西 這樣 如果你分到的項目 你覺得真的很難寫 那麼你學會這個單元裡面 之後 你可能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用遞毀的方式 把它分解成 本來你要處理100個資料 像我們規定的 是不是處理99個 會比較簡單 98 98 97一直降下去這樣 所以這個遞毀可能就可以提供你一種 很好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 他的觀念就是要找到最簡單的case來做解決 然後把問題做分解這樣子 這個就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compile就是 電腦程式的那個編譯器自動就會幫你把這個 按照那個順序 分解問題是一個順序 然後找出答案是倒過來的順序 只要你把那個結構弄好 這個順序的部分 你不用擔心 電腦會幫你做好這樣子 好 所以 一樣 就強調一下 這個單元交完之後 你在你的專題裡面 到時候交出來的最後那一份報告裡 如果你有用到這邊的遞毀 請大家幫我強調出來 用個什麼紅色的框框 框在你的code裡面這樣 放在報告裡 說這一塊我有用到什麼東西這樣子 這樣我們會很清楚 大家到底在專題裡面應用了多少 我們所交的一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 其中稿後所交的這個東西其實 評分的重點是在於你的專題用到多少部分 然後我們會看大家 你怎麼用的 然後用的 譬如說如果你說字串你有用 結果只是宣告字串 那你的分數會很低這樣子 就宣告字串 然後接下來就沒用了 就一個宣告character一個 字串一個陣列 然後就 然後我就問說 這個接下來用在哪裡 沒有 我只是宣告出來給你看一下 這樣不算了 這樣你那個會很低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遞毀大家就再回去參考一下吧 還有什麼問題再問 好 第一名的隊伍 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邊 這樣子